他明明是个怂包男孩 却敢用身体去迎接一枚子弹 在得到对方的认可后 小黑后怕地脱下了自己的防弹衣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小黑独自找到当地最大的面粉商巴图 希望能成为他的合伙人之一 可巴图却对小黑的提议很是不屑 因为巴图经营的都是一些高级娱乐场所 小黑看重的则是那些街头市场 巴图觉得街头憋三 根本没有能力吃下自己的活 而最关键的是 巴图对小黑的能力并不看好 为了让小黑知难而退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正所谓出生老虎不怕牛 小黑如愿以偿拿到一公斤面粉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 命运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大逼 巴图要求小黑在一天之内处理完这批活 如果明天这个时候 小黑没有按时缴纳货款 他就要小黑去向上帝问候 为了快速出货 小黑带着一公斤面粉 连夜找到自己的舅舅杜兰特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但杜兰特却并不打算冒这个风险 以专业不对口为由拒绝了小黑 可躲在门后偷听的舅妈却来了兴致 当晚舅妈就找上小黑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寻找销货渠道 随后舅妈带着小黑来到一处地点 经过重重筛查 小黑如愿见到了这里的老板迪亚 表明来意后 迪亚就把小黑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可刚一进屋 随后迪亚让手下检查面粉是否痕症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迪亚质问小黑的货是从何而来 面对冰冷的枪口 小黑没有丝毫距离 直接告诉他 自己背后的人是你惹不起的存在 你要么买下这批货以后继续合作 要么杀了我们抢了这批货 等着我身后的人来为我报仇 经过一番思考过后 迪亚最终答应了与小黑合作 但却有一个条件 就是小黑必须要满足自己一把 对于这种要求小黑当然欣然同意 可做完之后小黑才知道 似是如虎五十连做能稀土的真正含义 为此小黑留下了耻辱的泪水 可刚赚到人生中第一桶金的小黑 在尝到一夜暴富的甜头后 转眼就把昨晚的事情忘记 他再次找到巴图 这次他想要更多的货 可此时的巴图根本来不及搭理他 因为他的手下玩了和小黑一样的游戏 但不同的是 手下是真真实实地挨了一枪 这时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巴图看着小黑心中突然有了主意 在小弟即将隐恨西北之前 巴图给了小黑一把车钥匙 让他送手下去医院 事成之后 他就把自己最好的存货交给小黑 为了赚到更多的马面 小黑开车直奔医院大门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将受伤的手下扔出车外 随后便驾车扬长而去 回到别墅后 小黑如愿拿到了更多面子 并且还得到了巴图的赏识 到了晚上 小黑带着面粉又来到迪亚面前 顺利完成了第二次交易 可就在这时 两个小混混来到了这里 这两人正是迪亚以前的供货商 小黑的出现不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还让他们丢进了脸面 正当小黑准备回家时 两个混混突然对他发起了袭击 很快小黑就被打得半死不活 赚来的马内也都被抢走 小黑艰难地站起身 此刻的他才体会到 人不狠站不稳心不狠难立足的道理 随后小黑再次找到迪亚 在付出了几亿的代价后 成功打听到那两个混混的住址 此刻他的内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小黑的黑化之路也就此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